現場的電影員還有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俊寧 掌聲聽到歡迎張俊寧 好美麗的亞太銀展的青山大使 俊寧剛初你知道要擔任亞太銀展的青山大使的心情如何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嗎 其實剛才我在後台聽到李道彥說 就是非常謝謝我可以回來受任青山大使 但其實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覺得很榮幸 真的很謝謝 就是因為謝謝就是委員會的肯定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肯定 因為我很愛電影 然後能夠學到當青山大使 讓這個電影可以讓更多人看見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謝謝 很榮耀的時刻對不對 然後看來其實非常非常興奮的 是 因為我覺得每次的電影節 就是不管是我看電視或是在現場 我都會激動到就是會很感動 看到每一個人的努力被看見 那在那種場子的時候 可以遇到所有的電影人一起共襄盛舉 是我們非常非常期待的 所以很興奮 好也很謝謝 是 那其實你擔任這個亞太營的青山大使 而且又是回到台灣舉辦 其實心情是榮耀之外 也是有點戰戰兢兢的會很期待對不對 不過你有什麼樣的期許對於影展也好 或是對於自己本身的青山大使身分也好 有什麼樣的期許或期待呢 君妮 其實我對於對焦自己的光這一句話 非常有感覺 真的 因為我覺得雖然現在很國際化 然後大家很多時候有自己的偶像 想要成為某一類的人 嗯 但是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每一個人的自身是非常有性 就是有魅力有吸引力的 就像是演員來說也是一樣 我也一直很希望可以就是成為或者是找到 就是自己很有特性的表演 嗯 你一直都是啊 你一直都是啊 你不用你一直都是啊 還是在你的歷史 是是是 那我覺得其實就像電影一樣 雖然現在很多國際化的電影 但是在地有在地的文化跟它美麗之處 所以每個地方可以拍出很在地的電影 我覺得那個電影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就對我來說 我覺得電影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預言 就是你拍的東西是很屬於個人的 很屬於在地的 但是大家都能夠感同盛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很好的電影 是掌聲給我們君林好謙虛哦 你看你是我們台北電影場的影后金馬提名女星 不斷的嘗試不同的角色 不斷的超越自己追求卓越 好想問一下君林 雖然作為青山大使有一個新的創舉了 那之後你的演藝生涯 有什麼想要嘗試的角色 你有試過的角色 或是有沒有想過當導演啊 其實以前別人問我的時候 我都會說我想當打仔 旅打仔嗎 就是因為那我長這樣 就從來沒有人會想要找我去演大戲 覺得感覺力量感不足 那但是其實對我來說就是 剛剛說的是開玩笑 就其實我覺得演員是很貪心的 對我來說一直都是 但是隨著現在越來越拍很多戲 然後我覺得角色是不能強求的 就是每個演員是有命的 角色也是有命的 電影也是有命的 他會找到最屬於自己特色的一群人來完成 所以我覺得是現在反而會很期待自己一直在改變至於被大家看見 然後會覺得現在的重點跟以前有點不一樣 而我期待在接了這麼多年的演藝新演之後 能夠再有更深層一點的角色來找到我 或者是大家一起相比 然後非常期待的時候 大家可以透過這樣的角色看到我自身的變化 然後也再來跟大家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嗯 先好好稱職的做好演員的角色 之後再當導演演兒又得到 這樣好不好 你既然做為我們亞太演戰情慘大使 我們會進一個禮物給你 9月1號頒獎典禮 我們安排一段武打橋段的表演 可以嗎 可以嗎 讓你選任全公圈的呂達仔掌聲好不好 沒有開玩笑的啦 不過 可以 可以的 有現場調味 現場調味 很保險要報告一點 9月1號一定要回到我們這個亞太演戰班長見面 Ginny也會亮麗出席嘛 對不對 然後順便留在台灣親生囉 好不好 9月4號生日嘛 是不是 對不對 生日是小事 影展是大事 影展是大事 好 掌聲肯定 謝謝 而且Ginny一定要 你快要回到台灣拍片了 大家太想你了好不好 我也超級想回來拍片的 一直都很想 台灣電影都是我非常 就是愛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在地電影嘛 嗯 所以快點來找吧 是 當然李大約大家付出好嗎 謝謝 好 面影子之後好不好 謝謝 謝謝我們最棒的新山大使張芸林